得獎的是 我給孟元 好 孟元 佔孟元奪全明星MVP激怒網友 蘇立文爆料某選手爆粗口沒入選 這一集的大海賓邀請到的是 跆拳道高校步導女王蘇立文 大家好 我是蘇立文 全明星運動會每集都會邀請 一位知名運動員擔任賽評 並且評選該級明星們的表現 選出MVP選手 我先說真的很難 我自己拿獎牌都沒那麼難 就是好 得獎的是 我給孟元 好 孟元 But獎項一頒出馬上引起網友一陣反彈 認為何孟元憑什麼拿MVP 今天的MVP真的傻眼了 藍隊是贏心酸的 MVP一直給輸家 那先盤點一下 志祺鴻對何孟元在賽局上的表現 好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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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何孟元七分七分八分總分是二十二分 他通常站到賽場之後 勝上輸贏 耶 華為四十分 而且是震盡紅心 加油 好 何孟元可以 何孟元能不能夠把握發球的機會 對 藍本 誰說八分 何孟元 何孟元靠罰球包紅隊拿下一分 但場上有更多可怕的得分怪物 這個公約阿伯 也是要三多 欸 消財 哇 這麼一張票 不要留給對方有任何反攻的機會 耶 成功 才子 在單局 才子 個人就拿下了三分 就是千萬 自由球 我犯規一個自由球 所以大家現在要忙著爬位喔 哇 直接拍過來 捲一個球競算 攻一個 千姐還是想高喊攻一個啊 有了 哇 你看看你他們的賽攻一個 今天狗狗女四位超棒的耶 狗狗至少一個人 你自己拿下了兩到三分喔 最終紅隊以3比8懸殊比分輸掉比賽 我愛何孟元是MVP 自己本身就是以台灣精神 為出發點 所以我對於精神力這一塊特別的注重 他的 在每一場的精神力的表現 我覺得比較像我自己內心 內心嚮往的 就是堅持到最後一秒 然後不氣餒 跟持續的努力 欸 結果蘇立文臉書被網友灌爆 他親上火線回覆留言 強調運動家精神的重要性 還爆料節目經過剪輯 其實某些選手在場上有罵髒話 被注重裁判 嗆對手等態度不佳的情況 綜合以上考量 他認為他的MVP評選標準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MVP真的要獻給黃隊 獻給兩大 因為老大一直告訴我們 就是我們輸了 但是我們不能放棄 到最後一秒時間還沒到 我們一定要拼盡全力 然後對我的所有團隊負責 因為他們都沒有放棄 所以我更不能放棄 所以這MVP我要獻給黃隊 耶 加油 加油